中国商务部4月17日宣布对美国的进口高粱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从4月18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自美国的高粱时 应依据中国商务部裁定的比率向中国海关缴纳178.6%的保证金 具体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 卡拉 视频长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发布公告裁定原产与美国的进口高粱存在着倾销的现象 给中国国内的高粱产业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 而且倾销跟实质损害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那这份公告也宣布说将继续对进口自美国的高粱进行调查 以做出最终的裁定 那么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公告呢 进口自美国的高粱从2013年到2017年的4年之间增长了14倍 而同庆的高粱的价格是下跌了31% 那么就这一次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公告呢 我采访了美国高粱生产商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蒂姆拉斯特 那他也表示呢说美方在中方的调查过程中是一直在努力配合 而且他对今天的结果表示失望 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我们对今天发布的声明深感失望 事实上我们没有倾销高粱 没有给中国高粱产业造成伤害 我们非常努力地与生产商和合作伙伴一起配合中方的调查 提交了数千页的文件证明这一点 但不幸的是这些在中方做决定的时候 没有被认真的考虑和使用 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是非常不幸的 美国是从2013年的4月起开始向中国来出口高粱的 那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呢 出口的总额已经达到了60亿美元 那美国的高粱在中国呢 主要是用于做饲料 那其他的用途呢也包括酿酒 在美中开始高粱贸易之前 其实双方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而到了今天呢 中国已经是美国高粱的最主要的市场 美国高粱产量的70%左右都是出口中国的 所以这一次中方决定收取近179%的保证金呢 也势必会对美国的高粱业界产生直接的影响 我们再来听一听蒂姆拉斯特怎么说 公布的关税金额如此之高 我们肯定不得不努力寻找别的市场 这会带来很多影响 对于任何一种商品 失去最主要的市场都是严峻不幸的情况 很不幸 这和高粱本身无关 很明显 这是一个更高层面的争斗 我们的农民被卡在中间 他们不应该经受这些 我们不想要争斗 但很明显我们已经深陷其中 是就像刚才这个拉斯特所说的 美中两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一直是僵持不下 也引起了美国国内多方的重视 那么包括众议院农业委员会的成员 史蒂夫金在内的46名联邦众议员 在上周五是联名致信川普总统 呼吁总统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采取措施 但是也提醒川普是要避免中国的报复行为 给美国农业带来伤害 那么国会也会在星期三对农业法案进行审议 以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农民 中国对美国高粱的反行销调查是在2月开始的 在这之前川普总统是提高了对洗衣机和太阳能板征收的关税 那么中国商务部对于进口自美国的高粱进行反倾销调查 也被认为是对美国加征关税以牙还牙式的一个报复的行为 那么跟反倾销调查平行进行的是反补贴调查 中国商务部也会在稍后再公布对美国高粱的反补贴调查的结果 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评长 好的 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